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耀威小彼塔 现在呢,我看了我的视频底下留言 有一个大陆的朋友留言怎么说呢 我看了你的视频之后,知道了海外华人男人并远多 那么需要买一些什么的信用品才好 难道洛杉矶那边没得卖吗 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看似开玩笑 但是我认为这个虽然是有一点搞笑 但是这也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因为你要是真的是单身来美国的话 这个东西大家也回避不了 当然我要是在留言给他说 你不要带了 当然这里的小姐当然开心了 要是叫她带的话 那这里就得以少了一个生意了 当然就是开玩笑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也是很现实很现实的问题 大家呢,虽然平时不会说这些 在视频上不会说这些东西 平时呢,男的之间也很少说 这个什么信用品之类的 都是讲讲女人那些事情 几个男人嘛,大家都会讲女人 女人嘛,就是喜欢开女人睡觉那种玩笑 那女人很多时候呢,可能几个女人也会讲讲男人那些事情 大家都很回避这种生理上的一个实实在在的那种需求 其实这种需求啊,是一个人很正常很正常的一个话题 也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是一个严肃的话题 并不是说一句开玩笑 那刚才那位网友呢,就还没来美国啦 但是他也知道这种情况 那这个呢,他也很勇敢的把这个留言给我 那我也要回答这个 那一般呢,买一些什么,什么好呢 我曾经就在洛杉矶买过一个这些 那我买什么信用品呢,给大家看一看 就这个呢,在美国呢,就是大概29块钱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手感还是挺好的 那个手感这些东西都挺好 很容易洗的,就是在那个随意洗就行了 这个很什么的,可以放到这个地方的 这里还有一个小洞 这样呢,就可以有点很像那种收缩啊 放松收缩,就有收缩 就握着的感觉,有点握着的感觉 那有种快感呢,这种 这种,就是在美国29块钱 在洛杉矶买的,洛杉矶买的 洛杉矶买的,我跑了很久很久 很久才有 因为洛杉矶这边这些东西呢 品种很少 而且呢,它也是做那些老外的生意比较多 老外的生意 那些商店呢,我去看过这些信用品 从商店来看呢,都很多老外的 有年纪大的 五六十岁也有 二十来岁也有 但是呢,也有很多女孩子也去 就是说,比较开放一点了 就是这个,美国这边呢,一些女的 特别一些中年,老年,年轻的 她们呢,都比较,就是 追求自己的一种幸福吧 还有一些,就是情趣上面的 就是说,啪啪啪那时候的 增加一些男女情趣的那些小碗一二 这些都是中国制造的东西 特别特别的精致 所以女的呢,比较喜欢去这些地方 那我去过呢,就看见呢 女的比较踊跃 男的呢,也有 但是呢,女的居多 就女的比较,就是 西方这边的人呢 比较注重一些质量上的东西 那可下一次 刚才我就讲,讲到这个 洛杉矶这种信用品的市场 而且呢,离那个 华人区,华人区很少 华人区,就有一个店 在那个,什么 半岛,就是蒙雀帕那边 那半岛有一个店 是卖这些信用品的 但是呢,它非常的贵 动不动就是两三百块钱的 一个,两三百,一百块钱以上 就是它的利润非常的高 而且呢,也是 嗯,比较 就是那个利润比较大 啊,品种也是少的可怜 啊,因为我在洛杉矶 所以我曾经为这些事情呢 我去跑过一下 嗯,这个作为一个男的 就你不想在外面惹病 啊,不想去找那些小姐啊 万一有什么事情 也不好说啊 而且呢,美国这些法律上呢 这也是违法的,抓得比较紧 因为,它美国虽然是西方比较开放 啊,性开放的一个国家 但是它也要分红灯区 不是红灯区 那红灯区呢,它是合法的 它是像开一个什么店 那个一个大的一个区 而你要去离开这个红灯区 在这些城市啊,那些地方 这些都是违法的,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所谓战阶的 还有一些老外啊,女的 就是做这些皮肉生意的 就是你要是 不是在指定的那些红灯区 去做这个买卖的话呢 一律都是很,都是违法的 所以呢,这个 你在华人这些地方 要是你找小姐的话 这个万一被抓住 那也是,女的 会遣法的,也是一个罪来的 那你是嫖客的话呢 这个呢,它也是会 会有一些问题的 所以,这个 也未来也不要 在人在这个异乡啊,尽量呢 就是要保护自己啊,能够免的 就免啊,不要干些违法的事情 你要想真的想合法的去 还是去红灯区 红灯区,也有些华人呢 也去过红灯区那边 价格比较贵 但是呢,因为它是有那些 严格控制那种病毒的监管 所以呢,那里是绝对很放心 就不会染上什么 癌滋病啊,没毒这些东西的 当然,要是你是 不是在红灯区那边 就在这些 其他地方 不管是漂亮的白小姐 黑小姐,黄小姐 还是各种各样的 那个什么留学生啊 日本妹啊,越南妹这些东西 这些呢,都是有一定的风险 虽然是戴套 但是也不可能保证百分百的安全 所以这个是不是很现实的东西啊 所以要是你来到美国的话 要是真的是情怀作乐 这个也是要付出代价 而且呢,这个东西呢 也先涉到家庭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万一也出了什么病痛的话 那家里呢 就一切一切都是完蛋了 大好的年华 而且来美国不容易的 万一真是闹出什么病痛 那也没有什么前途了 那正在多的美金呢 也是 也是 比较 怎么说呢 还是那句话呢 还是 洁生自爱一点 比较好一点 所以呢 这个信用品的东西呢 确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的 一个光明正大的一个话题 那我昨天也拍了一个视频 今天按照网友的那种留言 我就在这里 其实这个话题呢 是 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谨 比较那个 比较正经的话题 不是说我拍这个视频就不正经 或者是什么 确实 这个都是 就是 保护自己嘛 所以 这个网友也很勇敢 到时候来美国 知道这个东西呢 就 买一个 买一个 不贵 在国内也不贵 买一两百块钱 人民币左右 然后 就放在 那个 行李箱来 我相信 过关的时候 这个都是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 这个 都是 男人啊 女人啊 这些 这些贴身 贴身的 宝贝 所以 它不会 有什么 为难 因为 这个都是 人之常情 而且也觉得 这个人 确实是想得很周到 来到美国旅游 也好 什么也好 还是 能够 截身自爱的 这个 美国也特别欢迎 特别欢迎 所以 放在行李箱上 放过来 确实 是没问题的 没问题 总比 回法好吧 这样 所以 就 洛杉矶这边 这些 信用品的市场 其实 我看很少 华人会开 这个 开这些商店 要是 要是 你说 听棒场 听棒子 广场那边 什么都有的卖 中国人卖的 但是 唯独这些 没有的卖 其实呢 你要是在 华人区这边 听棒子 那些 卖一些这些 这方面的那些 信用品啊 那些男女情趣的 上的问题呢 我估计生意 也挺好的 因为它 确实这个市场 也比较大 市场比较大 而且也需要的 而且需要 这个是一个 当然了 你要卖这个东西呢 当然要 可能是要 那个 那个 叫什么 叫做 牌照方面呢 可能 应该要 要有这个 许可的东西 因为这个也是 先生的那些 卫生的 方面的东西 但不管怎么样 这些呢 都是 男女实实在在的 贴身的 一种 宝贝来的 也是 一种快乐 在美国嘛 辛辛苦苦嘛 打工 难免会寂寞 精神会空虚 慢慢的 长夜啊 特别晚上啊 人 人难免 本能啊 人的本能 需要一些 解放的话呢 这些呢 确实对 对我们这些 海外的一些 孤独的男女呢 有一个 很好的一种 帮助 很好的一种 帮助 那当然啊 一家人呢 有个伴呢 男女最好了 是吧 男女最好了 另外这种 信用品呢 这个东西 感觉上呢 也 其实呢 你要是放多点油啊 还是比用手啊 买一些什么 黄瓜啊 那东西很好 也特别 还行 放多点润滑油 美国很多润滑油 什么都有 有很专业的 也有一些 好像 给那些婴儿用的 那个滑油 也行 所以 那个 还是 这个 这个 来到美国啊 这个 要是你单身的话 这个 确实 还是需要 这些东西 嗯 发生 我今天呢 就大概 就分享一下 啊 那个网友 他提出的问题 那个 我就在这里呢 就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这个 男人跟女人这些 需要啊 需求 这个 这个是 这个视频是 非常的严肃的问题 不是 那些 随便说说的事情 只不过 这个是一张纸 我只包括把它捅破了 那捅破 就放在 光天化日之下呢 来做一个讨论 希望大家有什么建议的 可以在我的视频底下 给我留言 我会 尽可能的给大家一个回复 回复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